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你們三個剩下哪個字? 有些人有的 田少的辛恒 他想搞事 那你又想說是跟他搞事? 說了鬆就無所謂的 不鬆就無所謂的 那什麼無所謂的? 無所謂搞事? 不鬆就… 你叫他去就去吧 他又不會說很… 很識極 你知道他的人的 他又不會說… 他最近不是很恐怖 你見過多少? 哪個? Hotel? 我不想買那個是… 叫做什麼 是訪點的廣告 在電視我已經看到 我已經客氣了 他還說了幾句話 那些人就說 買什麼廣告? 這個最便宜的 不知怎樣 我又在街上見到 那些燈箱那些 很大福 又是他坐在後面 兩個東西在前面買廣告 哇 搞錯了 他都很慣 他都很慣 你有沒有人叫你去問廣告 你會去問廣告 你會去問廣告嗎? 那… 廣告 記者聽著你 我罵我… 你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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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罵我… 你罵我罵我… 你罵我… 你罵我… 我罵我… 你罵我… 是他最正常去的 不是他… 那些人不穿錢 那是商業 我罵我 這麼守勤靈 要搞到… 你們有看過嗎? 你有沒有見過吳孫珍在電視上講過 賣人頭寶臉 你也見過 還有在街上的燈箱 寶特的燈箱 坐在那裡 要弄完高胎 為何我這麼吸引 那時候我坐在看書 突然去高胎 我看一看 原來是他講話 高胎最好 就是這樣 我還以為高胎又出發來 原來是他打電話高胎 你就可以跟他搞 你們三個 寶特經常說JT 派口罩 他講了很久 我覺得派口罩 但我跟他講明 因為他說要做一個平均 他幫人出來選 你一去選 我就不可以了 我只站在民建聯的學選人旁邊 所以不要 喊口罩不要找那邊站在旁邊 他那天沒有 喊口罩 他那天就不是說 喊口罩了 三個GT出來 準備燈了 大家看看還有多少秒 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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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口罩 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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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來講 喊口罩 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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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iam呢 Miriam呢 我就… 我今週和她在這個位置 我今週和她在這個位置 講 我會跟她在這個位置 講 真是很离奇 他人的特点是放弱无人,有他说他没说 你说了这么久我都听你说了,我说为何不可以 他才成为窄了,他就给我说 他都不理你,你说我都给你说了,到我说,然后你说 我说他又说,我都很多东西说了,但我都给你说 不然你两个在那里答声有什么意思,真是激动 他又说什么黄编的,我大佬,人家又多了黄编的人 我们开始Live的,听不到吗? 我们在Live的,准备Live,准备开播了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议会来外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议会来外 外面就说三十几度,立法会我相信是四十几度 我们在这里很凉爽的,我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今时的同事 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建联的创党主席 亦都是我们立法会的前主席,曾明征先生 主席,多谢你,现在不能握手,主席,你跟我这么凉手坐在那里 现在我都免得拿相机给你看,我真的打到飞起 又说有议员已经送上救护车了,你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事了 你老人家是怎么看的? 我不懂得看,我过气了,老实说,兄姐,你都过气了 你放在会议室里面,我想你都很难受 如果你问我,我当然是说听见他 我一向都有这样的信念,如果议会 我们便会做一个民主的一个基点 你是要靠大家自愿,自觉 令他按那些游戏规则做事,然后才能合作 假如有一部分人,就算他是少数 他是认为,很不公平,认为你人的虾仁少 认为按照那些规则,我无法表达我的意见 下定决心来,不让你那个议会运作 你怎样一定的规则都没有 这是我看的,所以以往,我知道很多人在骂我 为什么立法会今天搞成这样呢? 李生育成是有责任 因为上任主席,带坏了 你觉得你是否有责任的主席? 人家会批评,我又不想人家推卸责任 但是我的观念,所以我说这些观念可能是过散的 以前就是有些事情是大家谈谈的 你可能都知道,你们都很主张的 你呀,不可以,有些事要跟各党派的人谈 所以我们经常来你的房子,有个理由谈他们 甚至最激的,譬如你 是否要剪,那也要谈谈的 对吧 对吧 但是现在这些问题不通,那些问题不通 你说不通,尤其是你那个爱徒,李慧琴,文件主席 不要这么说 不是爱徒吗? 你现在不要他先,我确定了 就是他现在是文件主席 为什么不去跟那边谈呢? 你又有廖长江班长在那里 你是陈克琴又是顾班长 喂,你可以跟我跟那边谈 好像当时我们跟你们都谈 你用大主席来访问 你问一下,我爱徒和胡志偉 胡志偉肯跟我跟我谈 胡志偉现在不是我爱徒 他反逃了 我真的,我真的问的 我真的问两个人,我都问 我现在没得谈 两个人都说没得谈 没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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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谈是要有事情谈才谈的 当年我们都可以谈 大家要有个意愿去达出 是的 我听到去年,不是民主派告诉我 是其他人来说 他们在大家谈 即不是在一起,他们自己谈 林郑去谈,那时当然要 林郑都说谈的 听回来,如果错,林郑你出来更正 林郑说我肯谈 你先让什么 你给什么我 喂,大哥,我都没人跟你坐下来谈 谁是林郑说的 你让他们 你想谈,我肯跟你谈 你给什么 喂,大哥,我都没跟你坐下来 你走到来,你就叫我已经妥协了 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谈的 而且老实说,如果要养 当然有权有势去养 我们无权无用,养什么 养市民的权益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做这些妥协 你怕不知道那些东西 那你说这些是什么 如果林郑都是这样的心态 你看现在这个港澳办中联办 就好像杀人王 那怎么谈呢 你杀了 喂,很忙 我有一天出声明,骂到 三股血淋淋 你不是没看 你也没有看 你也没有看 但是我可以无拥无用 都听一声 老实说,那怎么办 一件事就说 一件事就说 林郑是不是这样的声器来说 那些话我不知道 我不敢说 但是我估计到 我估计到她的看法 你说谈 为什么呢 我都曾经 是 喂,她那次叫上你十四个 我什么聪明人 我叫上你十四个 其他一个 我都试过去做这些中间人 即所谓那些鸡仔媒人 英文叫honest broker 就很听这些 就跟特首饭说 喂,有些人想跟她谈 那 当时我得到的回应 都是 唉,谈 有没有谈 如果他们想做事 没意思 就是对着镜头 现在我和郑政长都谈 如果不是 我真的都要想 我有什么可以让给他们 他们有什么让给我呢 如果大家根本是没有东西可以让的 那怎么谈呢 我理解这个 的确是政府 包括林郑 有这样的体验 如果我坐下来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那我怎么会跟你谈呢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不知 你反过来 可能你的兄弟 包括你的爱国 都会这样说 林郑想跟他们谈 那你先跟他们谈我 那当然 你政府提了一些建议出来 那些建议搞到全城轰动 百几万人游行示威 那我现在来叫你 为你回应一下 那些人的诉求 不只是我们民主党 或者民主派 是百几二百万 或者更多人的诉求 那你是不是要回应一下 你不要谈 我就不回应的了 你就跪下吧 你跪下来就谈 那你什么事呢 那你反过来 就是公道一点 那你们那边 就叫他跪下 喂 我叫他回应市民 喂 阿湘厚成 你不是在这儿做差 林郑叫他不需要回应市民訴求 你们当时 你们14个都叫他回应 我说公道说话 我说公道说话 14个是19个 20个 不好意思 数少了你几个 我都没有用 你讲完都可以 我都可以讲 就是 他有他的弱制 可以这样说法 但问题就是说 你谈 很多时 你无论是国际上 大家打架要谈 中美咬得这么激烈 说要谈 也好 去到小到 就是个别人之间 说有咬多要谈 很多时都有个说法 大家可不可以没有前歇 对不对 大家可不可以没有前歇 那就是 他说没有前歇 就没有事 那些没有前歇 你先说得来谈 那不是 你现在不是 喂 你可不可以黏我样 或者你又有什么样 那你怎么谈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你恰恰就是因为大家 有很大的分歧 甚至是对立 你才要找个妥协 你别说找我们民主派来谈 你那次找你十九个 你们差不多都二口同声 你们都赞成叫他 成立个独立调查委员的 喂 不是外面那班那么吵的 是你们 他选你们 我从这个节目讲过 他也解释过 算了 不是说我赞成他那个说法 但无法知他 他认为他的困难就是这里 我们亦都是出于一番苦心 提出 提出他觉得做不到 他就说给你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真的不是很厉害 我都跟你讲过 你讲多次了 尤其是网民的 你议议议不是那么好 你去到那时的地步 坦白说 他那个位置 无论他有哪件行一步 他都是有建制的 你都知道到最后 他说要最初说暂门的时候 是仇冲政策 暂门 暂门 你都知道建制都有人 当然知道 当然 包括理讯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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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这件事你初初拿出来不做 我们觉得 在街上很多人都骂 我们也顶着 但街上都不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 我在这里都说过 当时民阵提出的要求 五大小琴最初不是成立独立調查委員會 最初是追究警隊濫暴責任 後來泛民議員聯名提出 加了這個独立調查委員會 他們是黏在一起的 成立独立調查委員會追究警隊濫暴責任 所以調查委員會的目的就是查警隊 不過後來有些人說是 後來有些人就說不是 後來包括李沃林出來說可以查 經常說什麼外國安遇 查得夠 但是始終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針對警隊 所以當時林鄭覺得 她也說我就是靠三萬警員 要我 我少了你那十多萬公民去了哪裡 你那幾萬公民去了哪裡 你那幾萬公民去了哪裡 當時的說法是 說法是說 警暴人員已經又流汗又流血 不能夠再令他們流淚 她還說不會出賣他們的 所以就是這樣 我沒有意義去為林鄭的決定辯護 因為我有一些看法 但是怎麼會再談都沒有意義 那次郁國謙在這裡我都問 喂 你們出發去哪裡 你想向香港帶來變呢 怎樣出發呢 你講給我們那些網民 有些網民的大 有些很小的 你講給他們聽 主席告訴你 他帶香港專化去哪裡 那他應該請董先生來的節目 來講 那不是他們 你給我找他 那不是他們想出來的 因為是梁先生來的 老實說 梁先生我請我幾次 請不到 那不如談妍中 都請我 都請不到 喂 你慢揭了我 那不是請到張玉成 請到梁愛詩 請到延光 那些是談人 談妍中 你聽到主席說 中國不肯來 他是冰市長 他有責任 他真的來大聲 他講很多 你不要討人家 我問你 你坐在那裡 我沒有參與整個計劃 怎樣去制備 你不知道出發去哪裡 你不要這麼說 你要請我 整班都是老朋友 我就參加 我自己猜 所以一點權威性都沒有 我完全是我自己主觀去猜測 因為他們見到香港這段時間 真的站在那裡 甚至向後退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跌下去 所以是否可以站回 重新再走過 你說走去哪裡 可能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但起碼大家盡量多 大家的想法差不多的人 走在一起 重新再出發 你真的說錯話了 怎樣 想法差不多的坐在一起 你應該包容社會不同想法去談 你整班人 你親北京的陣營會坐在那裡 那怎麼辦 不是 你其他社會很多人 很多意見都入不了 入不了 出發 出發 越走就越多人 當然是這樣的 你開始 你民主黨 你初初創黨的時候 都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放進去 對不對 民建聯我們創辦的時候 只有五十多人 現在越走就越多人 你們有計劃請一些不同意見的人 你不要這樣問你們 我不知道他們的行為 我都說我不是 我沒有參加那個大陸營的行政 你不要說那種誹謊 我覺得在香港在這個水深火熱的時間 每個人都應該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你老人家 你喜不喜歡也好 有些市民對你的印象 一定比譚耀宗 或者比梁振英 或者董建華 你千萬不要挑剔你 挑剔你 不要 不要再說我連這兩個人 我不是 下一次叫他上來 老爺上來 我接我 你不來啊 不然被人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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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不要 你踢出了一個聯盟 但是我覺得你們真的要包容 對 你只是自己 什麼遺奴了 你只是自己說 自己說 你真是浪費時間 那些我挺為一份子的那千多人 千多人 那裡都 有一點是我們覺得不同意見 有一個叫張文光 哇 幾大件事有人不斷撐 是不是張文光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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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世界上有很多張文光 因為你們明知道我張文光 老實說你叫他他都不肯來 你不知是怎麼回事 就是這樣 我不是 你不去騙的時候你沒有辦法的 我不是說叫你問張文光 你應該要包容各方面才去談 要不然你怎麼談 你說董珊 你說梁振英 他哪會肯跟其他人談的 那也不是 那時候梁振英做特首你還要的 當然是他 你記不記得 他又要你們吃早餐 吃過一次 你記不記得他站在你旁邊說有外國勢力 那些人問他有什麼證據 你和人家都說過 又沒有看過有什麼證據 到今天都沒有證據 他真的不是出來說的 我很歡迎梁振英上來我的節目 你看到董珊你說她而已 你說梁振英都很歡迎 你說你都很贊成她上來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要為香港解決問題 那現在怎麼搞呢 你說剛才我說 這個中聯辦和港澳辦 今天報紙又慢了 又說林鄭走到深圳見夏寶龍 好像說4月尾 那她回來有沒有隔離14天呢 你真是 你業樓啊 你記不記得 我不知道她去見誰 走過去中山還是去珠海 見完她自己 我要隔離14天 她說見人了她回去 她沒有 叫她見來年的人 總之去了珠海 她就回來隔離 林鄭沒有隔離的 不知道呢 有沒有 喂 她經常到處走出來 怎會隔離呢 算是隔離那些 被別人去問她 你說你中聯辦港澳辦 天天出個聲明 又說這樣 罵那樣 很多市民 未必是嚇過膽的 但是真是沒有群乎 那你就去看看北京中聯辦港澳辦 怎樣看現在香港的問題 你剛才說我們大家要解決香港問題 如果有些人的看法 覺得解決香港問題 就是要將所有反對力量壓下去 解決香港問題就要防止外國勢力 你剛才說外國勢力沒有證據 我又在這裏說過 喂 兄姐公道些說 你上次都問我 你說外國勢力有干預證據 但我已經拿了證據 美國人說俄國說普京干預美國的16年的總統大選 說了多久 然後他出動了美國的情報機關去查 查這個所謂公安館 查了三年輕而已 沒有證據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你說你問美國人 你信不信是否 俄國完全沒有干預你們總統大選 有 證據呢 沒有證據 如果有俄國勢力在香港做事 他不如抓到證據 他不如抓到證據 當然沒有了 那你問證據就不要說出來就說 你問我說那些事 說不不說 要繼續說 不問證據 因為這個外國干預 是當然北京很介意的 我告訴你 因為我沒有證得對方的同意 我不說他的名字 你給一個美國的外交官才放在國際上 他說怎樣說呢 他說 鄭先生 我就明白為何北京要說香港這些示威 是有外國勢力上次 要我們美國政府配合 因為北京要向那些人民交替 即是說這些外國人在這裏搞替 其實就不是我們做錯事做得不好的 那些壞人要搞事而已 正關我們的事 他們在這裏搞替 他們要這樣做 不過你在香港看得很清楚 你不會相信他 他從來講 你怎麼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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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叫反周圍風波 出了之後 所有美國政策出來說 都說 Future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運動 是香港人對抗中國 對抗一個獨裁政府 爭取民主的運動 不是嗎 那麼多句誓言 然後你們最高層的官員 你們國務卿 你們副總統怎麼說呢 香港人我們支持你 香港人我們和你站在一起 這樣啊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香港人 是叫你們幫忙的 如果這樣的話 如果CIA不做事 是不是失職啊 即是你真的跳得很遠 不是跳得很遠 你怎麼向 你那個政府和人民交代 你又說馬道羅的 你聽我講完這個故事 你知道我們 2013年我還是立法會主席的時候 美國駐港總領事叫Steven Young 顏色革命 Steven Young自己跟我說的 他非常自豪 2003年到2005年 我在吉爾吉斯 中亞的一個國家 我在那裏做美國的大使 我們國家支持顏色革命 推翻了那個獨裁政府 很偉稅 他一點他都不隱瞞 不隱瞞 就是啊 在香港來講 他都可以不隱瞞 不說 但他沒有不這樣做就不說 我還沒告訴你 那個外交官怎麼回答我 CIA如果不做事 是不是失職 他沒有博我 但他怎麼回答呢 他回答得非常正確 我們政府支持香港行一國兩制 說完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回答 我人家跟你講 這個港澳辦 你是撐去外交官 你公道些說 你要講干預 就不只是講西環干預 你外國干預就是這樣 你不能說外國干預 為什麼我們說港澳辦干預 因為他跟英國人簽了一個叫中英人聲明 也有一個叫基本法 說明我們是高度自治 港人自治 港一國兩制 美國人沒有簽過任何東西的 而且他在那裡說些東西有什麼壓力 但是不是啊 你港澳辦現在又說要炒梁家榮了 港台在那裡對 又說三個月內要炒梁家榮 待會兒又說要這樣那樣 又說要選舉又不知道要搞什麼 待會兒又說要取消候選人資格 選了過來過半數都要取消你資格 他做到這些事 你叫美國佬做到嗎 有這樣事嗎 你看看就知道了 中央政府你會覺得他沒什麼權力 美國佬當然做不到他才要背後搞 所以才要你們的黨有幫手 你覺得我們是人家的棋嗎 麻煩你了 有些做了棋都不知道 即是說 Steven Young說他們支持吉爾吉斯的民主運動 你猜那些參加吉爾吉斯民主運動的人 覺得是美國人在叫我們 你猜他這樣嗎 他當然不會 我也有些知 這個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國家的是怎樣 問題就是你將美國和中國是沒得比的 中國是簽了這麼多東西 答應了我們香港人這麼多東西 而且他有無限權 老實說如果他說已經要炒了林鄭月娥 換了你的官他都有權 所以他不做 沒有做 他有權做 美國佬可不可以做 你知道有權做就行了 但他不做 他不做 而且還有 而且還有一個基本法 兄姐 是大家都要遵守的 那你遵守了22條 你記得那時候你做主席的 那份文件交來立法會 22條是規範哪幾個 中聯辦 解放軍 和外交部 那錯了 錯 你說錯 譚耀宗就不在我的節目間 他不肯上來 他在電台說 他在我看漏了 郭卿就不知更加說甚麼 有些人說現在中聯辦出來說話你才說 你看我 我那個智庫兩年前出的報告已經說 沒得爭辯的22條是規管的 但是香港政府出了那份文件很多年 每個都當他未必是聖經 但這樣讀他數了那三個 當時沒有人出聲 現在突然間他自己出來說他 他不用受規管就不受規管 喂 現在人家說 這個低層次的錯誤 是很容易理解的 誰的低層次 因為 因為 就是對22條的理解 因為整本基本法 160條 就只有第22條是說 就不得干預 即是說中央的部門不得干預 所以大家一說 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 中央不干預 大家也知 由起初基本一直到 回歸即是開頭的幾年 中央的官員 不只是說22條 中央不干預 中央是不會干預你香港 所以大家的印象 就不只是說22條對面那些部門 中央就不應該干預香港自己 根據基本法自己管的東西 大家有個很清晰的 我認為到今天還是對的 所以很不幸地大家去爭辯了 說中聯辦和港澳辦是否屬於22條 港的那些部門 我就認為意義不大 因為技術上他們當然不是屬於那些部門 很清楚的 但是否等於他們不是列入的部門 就可以任意干預 所以將爭論去到這個問題上 變成增加更加增加的問題 你說怎麽搞 有些人跟我說我無法去大陸 有些人去過大陸 有些人是外國人 不過不是外交官 他說為何北京都不知香港發生甚麼事 有些人是很奇怪的 有些人有甚麼奇怪 不只是看中聯辦看港澳辦的報告 看你們民建聯或甚麼那些 我們其他人的意見 何時會在那些報告出現 真不真 真不真 你看那些報告 誰叫北京 同樣的道理 如果那是美國人你問問他 為何特朗普 為何彭斯 為何蓬佩奧 他完全不知香港發生甚麼事 不是 不止 不知美國在香港做甚麼 一樣有道理 喂 喂 香港那個 美國 在世界各地的領事館 大家都知道是香港最大的 做甚麼 他有沒有把我們的意見反映 為何總統不知道副總統不知道 為何他那些議員亂說的 這樣而已 一樣有道理 所以說北京不知誰不知 喂你不要整天將美國和中國比 我剛才已經解釋給你很清楚 要公道做人 輕姐你一向都公道 做人要公道 你不能一個指控 只是指向一方 你聽不聽到中聯辦的報告 或者你們民建聯講的事 是否會很公平地說了民主派是甚麼 甚至有些人在香港是要找獨立的 搞獨立 但其他民主派不是的 不過不是的 現在中央說全部都是那些 當然不是的 甚麼時候這樣說 他們是 很多人說 那些人本身甚麼都不知道 中聯辦寫給中央的報告 我完全未看過 但輕姐 中央真是管香港事務的人 是否只靠中聯辦的報告 才聽到你劉慧卿 聽到你民主黨的意見 喂你當他們完全 你會看不見 他們那些不想得去 你會看不到 你會真的看不到 你是不是覺得 中央真是很準確掌握香港的民情 我認為中央是掌握 但當然你同樣一個現象 怎樣去理解 或者你怎樣去解釋 等於我剛才說 那個美國人這樣說 他要做一個故事出來 這是外國人干預的 所以香港造成這樣 見到這個現象 見到有不同的意見 為甚麼 現在對於中央來說 他肯定的問題是 回歸了23年 為甚麼香港會出現這樣的民情 他們當然見到 你都說了很多次 主席 你說地就回歸了 人心就未回歸 今天是否都是一樣 今天更加 為甚麼 如果人心不回歸 是誰人的責任呢 外國勢力 你真是真是來過了 那些網民我聽到真是哭打哭殺 網民 你很多年前都說這句說話 人心不回歸 那時你沒有說外國勢力 你今天是甚麼 覺得為何仍是用心不回歸 你等於內地居民 很多人看法 中央甚麼都遷就你香港 為甚麼香港人完全不領情 是甚麼 是甚麼 你知很多原因的 老實說 我就會覺得近這十年八年 真的出現了一個惡性循環 這是真的 你越是 中央越是覺得不放心 它就越要收緊 你越收緊 香港人就越抗拒 越抗拒就更加用各種方式 來表達它對你全面管治的不滿 那就變了越收越緊 真是不知怎收貨 不過我覺得主席 你不要說你自己去下來 我覺得你還要有些工作要做 沒有啦 我們的過氣人物 適應不到現在 你不是打算移民嗎 適應不到我哪有地方去 我們怎樣都要在這裏 一定要做些事 今天多謝大主席出席的節目 多謝主席 多謝 多謝兄貞 拜拜 好有沒有問題 阿淡真是不肯來 沒有啦 說不得閒 你先講英文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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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現在看 你正在任何 到現在 理論 我對你 要是要做 要做 要做 這個 可惡 賠 金 I mean, in my times, when I was in HCO, I used to believe that for the institution to function properly, you need consensus among all the different parties. You need a common purpose to allow the council to work. This is important. So the majority always have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wishes of the minority. Of course, the minority should also abide by the rule of the decision should be taken by majority. But my belief is if there is even a minority within the council who are determined not to allow the council to work, they can stop it from working. I mean, you can't. I mean, we always say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a democratic institution, and democracy must reign there. Everybody must, you know, respect the rules of democracy. That's it. So you ask me, what's the way out? I don't know. I can only say I'm very much, very much worried that member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members have to resort to seeking legal advice from outside the council after the legal adviso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given her view. So this is, this is, this is, but, but I must say, this is very, uh, a very abnormal situation. And of course, looking at this abnormal situation, it seems like Beijing will also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how to call mission, more statements through the HBM and so forth. And just now you spoke of perhaps a vicious circle, of a vicious cycle, you know, making even more people coming out to resist and so forth. So is it, are you going down a cliff right now? I'm afraid, I mean, well, if everybody still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pu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that we should,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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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lve our differences by working out a way forward which can be acceptable to all the stakeholders, then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a way to break the vicious circle.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break it. I mean, it's so easy when we have arrived at this point, it is so easy for everybody to, uh, to stick to his own position. and, uh, you know, I mean, that, I can't see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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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good coming from that. Thank you. I don't know what it may be. 各位我要评论这个问题 我就有一个原则或一个包袱 因为我离开了议会之后 我就是很明确很坚持 我不会去评论现在的主席 还有现在的秘书处包括法律顾问在内 他们的工作 因为我当主席时 对于有一些曾经在立法会做过的人 去评论我的工作我就不是很高兴 因为现在的处境就是现在的处境 我刚才说的事实 你叫我现在放回去做 我都不知怎样做 所以你问我现在应该怎样出逃 我说不出来的 这个要靠现任的议员 现任的主席 用他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我只是好似大家都看到 觉得过去这段时间想走的这条路 似乎是给不到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熟势去操作的话 那现在见到建制那边又找了一些法律意见 就觉得李永廷是有那个力 去重新去参考国内会 但是他没有这个决定 其实两边都找了一个外间的法律意见 其实似乎都是相反的 那是否在立法会的运作实际层面 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再打破这个疆角 可能是否要再找第三方的一些法律意见 还是怎样呢 应该是 你都知道是没用的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大家不知道 但你都知道我理解 现任立法会主席他变了他有个责任 因为实际上 在我们知道梁文贤主席 找外面法律意见支持 也都留意到社会上很多批评意见 其中有些是对梁文贤主席的压力 有些人不是很理解 就觉得你做立法会主席 你为何不搞定 你应该有权 我的理解当然不是立法会主席 连内会的成员都不是 他都不是内会一份子 但亦争的 我们的议事规则亦是规定 立法会主席对议事规则的解释是最终的 立法会主席对议事规则是最终的解释 事实上当然立法会主席解释议事规则的时候 一定会征信法律顾问的意见 过去一直都是这样 现在偏偏的问题是 法律顾问提出来的意见 令到处境似乎没有法子 可以看到怎样可以解决 所以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相信梁主席是逼于无奈 找一个外奸的意见 我想他都很理解 如果立法会的法律顾问 已经有个意见出来 你其他人 人人都可以 即是这个格议员又说 我不信这个意见 我去外面找个律师 就天下大乱了 之前都说半开玩笑 都可能挺真实的 他说同一个问题 十个律师可以有十一个不同的意见 国人自己去找自己 对自己的意见回来 没有意思 所以我相信梁主席都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 要走这一步 但看不到其他办法 所以你已经走了 跟着就有陈淑庄议员 又去找其他法律意见 如果再找第三个第四个 整整一下就变了一场闹剧 只能够好 所以不可能 以立法会的意思规则来说 其实梁本燕应该是有个定决 解释的最终权力 你应用这个是对的 法律顾问也好 外面的法律意见也好 所以我的理解是被主席参考的 到最后解释的权力在主席上 解释得如何 解释得如何 或者其他议员不服如何 司法复合 有这个途径 我都被长毛司法复合过不止一次 最终是这样 所以其实无论法律顾问意见也好 外奸的律师给的意见也好 都可以说是被主席作为参考的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那个死结在于什么呢 我就认为就算现在 梁君彦主席出来做一个权威性的解释 你们不用再找法律意见了 我认为 这个议事规则第75条是这样解释 就算这样讲了 间间居民间间不了问题的 间间不了问题的 即是如果你立法会里面有一部分的议员 就算他们是少数 他是下定决心 他觉得他相信社会上对他们有支持 他就是要不让你运作得到 他可以阻挡你 你怎样去解释那些事不可以 所以其实梁君彦可否形容 某程度他是处于一个可以主动的位置 但其实他都几备用 那么切学的我不懂你意思 我想我要讲完事实讲完 我已经开始慢慢踩界 我不适宜去评论 现任的立法会主席的做法 再问就是说现在中联办 港澳办之前都很多一些评论香港事务 法民议员就说这些是干预 其实你刚才都提到 根据你的理解 22条就不规管这个中联办 港澳办 可否解释多次你怎样看22条 规不规管他们 而这种评论就属于所谓的干预呢 这里起码有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第22条里面所讲的那些机构 包括什么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的 你查一查就见的了 第22条第一款写的 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 然后各省自治区直轻市 就不得干预 是这样 怎样特别指这些呢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 就即是国务院底下的各部位 你看看国务院的组织架构 就很清楚 一共有26个 有21个部 包括国防部、外交部、教育部等 有三个委员会 即民族事务委员会、卫健委 即卫生健康委员会 还有还有什么委员会 这个发改委 即发展及改革委员会 三个委员会 这些全部是部级组织 再加上中国人民银行 和一个国家审计署 这26个就是部门 为何特别要在22条那里 限制这些部门不能干预香港市 因为这些部门 在内地有权干预地方行政 即是你教育部一发一个通知 下一个命令 全国各地的那些教育部门都要听 那些学校都要照做 现在22条即是说 截住你教育部发的那些命令 教育部通过的决定 对香港无影响的 我们不受你管的 是这样的意思 同样为何地方的政府 不只是说省自治区直车市 因为省自治区直车市 跟香港同级 大家都是直车中央 它可以有可能干预到我们 它再低一级那些院、市那些 它无什麽权干预不到我们 所以就制了当时定22条的时候 理由就是这儿 即是保障了香港的那个 我们的自治权 是不会被内地有些有权力的机关干预了 那讲回国务议院、港澳办和中联办 这两个肯定就不是22条的机构 更加不是22条 第二款所讲是中央的机构 在香港、中央部门在香港设立的 两个港澳办当然不是香港设立的 中联办都不是中央部门在香港设立的 所以技术上来说 它就不属于22条里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否不属于22条的内地机构 就可以任意干预香港的事务呢 我就会说它不在22条的机构里面 但它要守基本法的我 它一定要守基本法的我 而且它如果来了香港的话 以中联办来说 它国务院通知特区政府 中联办是国务院派驻香港的机构 同时也指中联办作为一个机构 而且它里面的员工全部都要守香港法 所以它要守香港法 以及要守基本法 基本法说了是由特区自行管理的事 它不能够插手 否则它就违反基本法 这是更加根本的 所以我不需要特别拗22条包不包它 它是不应该去干预特区行政区 根据基本法去自行管理的事务 再第三个问题 它最近出的声音是否属于干预呢 我较早时已经讲了 我如果你说最早引起这个争论的 就是两办发声明去选择博明亨 那算不算干预香港特区行政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呢 那当然是 我内会选主席关你鬼事 当然我自己内部事务 两办出声不是干预你内会如何选主席 他不是说你不应该选这个 你不应该选那个 你不应该现在开会 他不是做这些事 我认为郭榮鏗做错了一件事 他公开讲了 他说我怎能给你内会运作 他说你内会一恢复运作 国歌法就来了 分分钟23条就来了 他这样讲 所以你摆到明他现在做的事 他在内会发生的事 就因为郭榮鏗和其他有一部分议员 是要顶住不让你国歌法来 这件事你不能说内部事务 国歌法是全国性法律 然后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8条 就放进附件3 放进去第18条就规定 你有责任要立法 香港要给他实施 现在你说我知道 一开内会 国歌法就来了 所以我不让你开 这个中央会说你顶住 前年已经是放进附件3 你现在不让我立法 你不能够说中央就这个问题出声 说你内会停摆 又怎样去瘫痪立法会之类 就说他是违反基本法 你不能够说他是干预一些 他不应该干预的东西 我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去到这儿 我认为道理很清楚 你不说话